确诊数字急速攀升,疫情来势凶凶,部分二手屋苑业主因应疫情恶化,立即不接受准买家看楼,受疫情影响,过去周六日十大主要屋苑二手成交应声下挫,跌至九中单位数字,较上周末六十四中下跌百分之三十六,零成交屋苑增加至四个。 同时,江湖山庄再次陆两房跌穿五百万元,重现四字头成交,疫情急速反弹,中产屋苑之一的质如冲太古城。 中原地产赵洪运表示,个别业主日前通知,现时放售中单位站不接受看楼,如星辉台行星各中层移室,三房间隔,望小许海景,实用面积716方尺,建筑面积815方尺,目前放盘叫价1500万元。 单位现时业主自住,因近日疫情急速转差,业主通知单位站不提供参观,屋苑南山各低层A室,业主一直叫价1020万元放卖,实用面积536方尺,建筑面积635方尺,属两房单位望内员。 同样日前通知站不接受看楼,利家各地产棚感添表示,本月上半月,二手势头型不足,清衣区每星期均6至小双位数成交。 不过,疫情确诊数字再次回升双位数,市场气氛又出现变化。 过去一周成交量明显减少,指66至7中二手成交。 本周末日预约看楼量下跌达40%。 市民都减少看楼活动。 地产代理多透过电话与业主联络,更新叫价变化,但暂时未见有太大变动。 过去周末日,在确诊数字迅速攀升下,看楼活动减少,一手又抢去部分客员。 另二手交头显著下滑。 按中原地产统计,十大屋苑本周末成交量回落至单位数,只有约9中成交。 按周减少36%,其中有四个,软捧蛋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。 近日本港疫情反迫,第四波疫情爆发,市民减少外出活动。 周末,二手看扭量及成交减少数预期之内,加上新盘市场持续开售。 定价具竞争力,吸走不少购买力,导致二手交头放缓。 新界上车,软天水为江湖山庄。 再次陆两房单位跌穿500万元。 中原地产五耀祖表示,翠湖居四座低层F室,实用面积449方尺。 新近以480万元沽出,尺价10690元。 原业主于2012年7月以203万元买入单位。 持货8年,账面获利277万元。 单位期内升值1.4倍。 据息成交价略低于市价3%。 为本月景湖居9座中层衣室,实用446方尺。 以493万元成交后,再多一中低于500万元以下两房成交。 世纪21物业毅士良表示,将军奥仪深圆五座高层B室, 实用面积595方尺。 三房间价,业主元开价770万元。 其后减价20万元以750万元买出。 实用尺价12605元。